這個地方 剛好有複製的一個東西 複製 然後share.com 再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再來往後 再來就是 這一行應該不用 這一行不用 ok 然後往下 往下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切到第二個 也就是現在i的值本來1變2 就切到第二月 那第二月一樣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的話呢 再到什麼呢 再到最後一個 就是第一季的工作表 貼上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貼上的位置 如果你現在貼上 它會把原來蓋過去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貼上之前 我們要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也是前面有講過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row 就是我們以那個range 先判斷一下 裡面到底有沒有資料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那個range 這邊的話呢 如果 它裡面的 假設以A1好了 比如說以A1 當成判斷的依據 那A1 其實我先 這個地方先 先直接取得好了 取得它現在列好了 點 and 然後刮弧 後面的話呢 最後一個 點row 也就是我要知道說 它現在是在第幾列 對不對 然後我要怎麼樣呢 在哪一列貼上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我要移到那一列 對不對 那我現在已經這一行知道第幾列 所以呢我可以在外面再包一個什麼呢 sale sale 那要查弧之後 我們有個劣號 劣號就加2好了 就等於是隔一列 所以是下一列 然後空一個空白一列之後 的下一列 就中間空一列就對了 然後呢,再逗點 Cell,DA 所以這邊A欄 如果說我要在A欄的地方 把它控移列 然後最後點Slater 就是有游標放那裡 它才可以貼到正確的位置 點Slater 現在還沒貼上去 我把它游標移上去 再游標移到我要的位置 有沒有,就這個位置 然後怎麼樣呢,再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的話呢 再往上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A往下 不過這個地方Slater 下來有沒有,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如果游標還是在 A 因為中間這邊好像空了一個 所以變成說我要 往下 一個的話,A A的話,變成說跑到這裡來 那會再把它蓋過去 所以 這個地方 是不是 再把這個地方 這個值 Row.Slater 貼上的位置 可能就要再判斷一下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 這個地方 我再看一下怎麼樣 或者說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不間隔的話 那就不會有問題 再往下一次 把它貼上的話 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思考一下 那其他部分應該沒問題 所以各位等一下先 把這個範例 稍微先思考一下 等一下再把這個地方改一下好了 第一個就是先新增第一器 再來的話 足以把裡面的資料 做複製貼上的動作